说这个笑话来自于台湾 有一小孩大概七八岁 问他爸爸说 爸爸 什么叫生气 什么叫愤怒 什么叫发疯 什么叫哭笑不得 爸爸一听怎么问这么一问题 这还不好解释呢 干脆 我给你演示一下 对了 我一演示你就明白了 他拿起了电话 随便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对方一间挺礼貌的 你好 这里是林公馆 请问您找谁 爸爸说了 我找周润发 我们这是林公馆 请问您找哪位啊 麻烦您帮我找一下周润发 你是不是没听清楚 我们这是林公馆 您无论如何帮我找一下周润发 好不好 这对方说 你是不是板桥出来这样 就给他挂了 爸爸说 你看对方现在在生气 那么什么叫愤怒啊 我再给你演示一下 拿起了电话 还是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对方一接 你好 这里是林公馆 请问您找谁 我找周润发 什么毛病啊 我们这是林公馆 你听清楚了没有 麻烦您帮我找一下周润发好不好 这回对方用了一句台湾话 找你娘的 哦 棒 给他挂了 爸爸说 你看对方现在在愤怒 那么什么叫发疯 我再给你演示一下 拿起了电话 还是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这回对方那可生气 我跟你说这叫骚扰 你知道吗 你要是再敢打这个电话 我要叫警察了 啊 发疑非常平静地说 你好 请问这是林公馆吗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哎呀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因为刚才来那几个骚扰电话呢 我以为又是一个 哎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哎 请问您找谁 我找周润发 爸爸说你看对方现在在发疯 那么什么叫哭笑不得呢 我再给你演示一下 拿起来电话 还是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这回对方更生气了 我跟你说我现在又要叫警察 我跟你没玩呢 爸爸非常平静地说 你好 我是周润发 你看什么 有人找我吗 轻轻地把电话放下说 对方再哭笑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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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